近日,山西晋中信息学院成立云端剧本沙学院,引发社会关注。 旨在周六日开展的剧本沙选休课,吸引该校40多名剧本沙爱好者参与。 对此,山西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向激发认为, 剧本沙学院成立是高校对人才培养的一种新尝试, 但后续发展中应重视剧本的文学性与戏剧性。 云端剧本沙学院是山西晋中信息学院的一个特色学院, 也是全国首个高校剧本沙学院。 该校的剧本沙课程在本学期以工访课的形式进行试点, 已有40多人参与,每期课程时长约7小时。 以理论教学和沉浸体验相结合的方式, 锻炼学生的信息提取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情绪调配能力、记忆力和想象力等。 核心的初衷就是想探讨剧本沙和高校教育结合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学院能建立剧本沙正式的规范, 能培养剧本沙的人才,能把市场推动更好。 目前,学院在积极组建师资团队, 预计下学期各类场馆和实景阵地将与学生见面。 各类特色课程也将接踵而至, 并开设由学生运营的实体剧本沙点面。 学院在培养学生成为剧本沙主持人、剧本沙创作者之外, 还将教授全方位、全产业的剧本沙运作流程, 使学生具备剧本沙行业管理者的能力。 目前,剧本沙行业非常缺乏人才,主要从业者都是通过其他专业, 没有经过正规培训自己学习出来的,素质是参差不提的。 如果这个学院能培养出来一些同学, 他们虽然四级所学的专业是其他的一些专业, 但是通过我们的短期培训,能让它具备剧本沙从业者的素质, 它是完全不受就业问题的。 记者了解到,参与剧本沙选修课的学生多为剧本沙爱好者, 扑朔迷离的剧情,伤脑跌宕的推理,神秘紧张的人物关系, 融入剧本之中,学生们体验着另一种人生。 学习其实不是很影响,因为它放在周六日,不会和学习冲突。 可能以后我会去当DM,但是它只能算是我一个副业, 因为我觉得我是热爱它,我才去打, 但是我并不是想去靠这个吃饭。 我以后可能会选择从事相当的行业, 因为我想把这个东西带给大多数人去看, 让他们去有一种不同的体验, 然后一起去感受这所谓剧本沙的魅力吧。 剧本沙起源于线下桌游,起初流行于欧美国家。 近些年,剧本沙因沉浸体验感强, 社交属性强在中国迅速出圈。 从线下门店到沉浸市全城剧本沙, 从剧场家剧本沙到文旅家剧本沙。 剧本沙的诸多新尝试受到年轻人热捧, 而剧本沙行业则面临着专业人才缺乏的现状。 剧本沙学院的成立, 对于人才配合来说, 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种尝试。 在专业发展方面, 我个人建议, 第一,非常重视文学或者剧本, 那没有很深刻的文学和文本的一种滋养, 那也一定不会有很具有反思性的, 结构化的, 深刻的剧本沙的剧本能够产生出来。 第二点, 个人觉得是, 因为我们的剧本沙也不能过分地单纯追求市场的一种需求, 或者说从一种技术性的方面去进行一种非常形式化的创作, 还要更加去拓宽学生在对于文学和戏剧的理解方面去打开剧本沙创作的更多的可能性。